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朋友 也是对手 但是她的感情 让我觉得有点无疑所 那她把你恋爱大事 无疑是恋爱你吧 因为她真的是太不会玩这个游戏了 从情色到成长 是力量更是积累 把宝贝 不是 不是 悠游自适的生活 不顾为盈的生存 你跟我问一下 我没不喜欢你 小孩子 你不要指我 特别没责任性 就是我不理解她 她伤害了我的朋友了 我不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我要把这个人吐掉 经历过争吵才懂得什么叫浓赋从前 你们换位思考想她的感受吧 她就不过啊 她也不过 那因为我什么都没做错 所以我就该就放到那位置吗 捧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 戏过了那边 然而秀的成分比这人大了 体会过离别才恍然眼泪也有种温度 今天的第二轮淘汰投票现在正式开始 我靠 我靠 这一票我给不了她鞋 我给了她鞋 我给了她鞋 每一次挫折都会受伤 你三角形你看不见 然后底下这个涛过来 折过去 是的 每一颗眼泪 总会热的发烫 玉带皇冠必成其重 今晚请将眼泪擦干 我们共同为你加冕 而你们 是否还记得那一份初心可贵呢 总说这是现实的车位 别靠谁在背后都对 我只消费的更高 你干嘛要泼我下水 有时觉得很累 因为有人在拉我的后腿 竞争公平却残酷 没有谁对不起谁 就像个嘟嘟 准备一下嘟嘟 心疼的伤口累累 但抱歉我更不想输 不想踩着你晚上爬 我确实确实不舍 这是game rules 崇拔没人想到loser 恨的事情攒到才知道 比赛前提供精力 再把配手摔倒 只消接近目标 摔倒也保持微笑 最后的骄傲再最好的年华 你知道我定能做得比谁都好 你我皆凡人 像在任一世间 终于奔波苦 一刻不得先 你我皆凡人 你我皆凡人 像在任一世间 道一方两方 把历次败重前 这场游戏 谁是第一 谁是有谁 能够帮我一首 看是兄弟 却比起着我 年轻奋我下不了手 人生关卡 管他有多险 而我依赖可折旧 自打凌断 才者最不一样 哼着走 你在看着我的眼神 你别带着黑 加入这场游戏 想要胜利 这场存活 你得争气 我抢着生存 利益迷人 继续升任 为此生态平衡 最后第一弱 皇上将它一次给集成 你我皆凡人 像在任一世间 祝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闲 你我皆凡人 像在任一世间 道一方两方 把彼此败重前 物尽天责 别问我为何 要尊重这规则 扑火的飞蛾 Be brother 这是一场大逃杀 别怕早差 别饶了他 你怕了吗 那人别搞砸 想要当老大 那人别倒下 别停滞不前 在这屋檐又是屋炼 度日如年 心结逐渐浮现 别怪我肤浅 还在旧事不如不见 看你碍眼 有人碍眼无间道 别忘了 最后只有一个赢家 放鞭炮别先跑 别高兴得太早 冤队服输 我们都是独徒 别当个字 想个取人 行动的主流 人知初 性本善 还是本恶 人的本色 人在做啊 天在看 那双眼睛叫做 Be brother 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物世间 终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闲 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物世间 到一方两旁 把例子拍中间 把例子拍中间 到一方两旁 把例子拍中间 接下来也就是 文涛 蕊蕊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游户里头 带来到Rio 欢迎播出的 事与你指财 总决赛的直播现场 哈喽 我是文涛 嗨 我是任蕊 这个总决赛 将创造真人秀 节目的历史 这是生活态真人秀 全球首次同步直播 总决赛 今天晚上的总决赛 将评选出 室友一起宅仙道记 人气王 以及最终的总冠军 两个大甲 是的 想为你喜欢的选手 投上的宝贵的一票吗 可以登录优酷直播页面 看到右侧的PK榜 可以为你喜欢的选手 进行投票 好了 在开场舞之前 已经看到了 我们十位室友 跟大家见面了 让我们再次来欢迎他们 哇 哇 好火 来 第一位是Model 欢迎莫菲 欢迎 第二位 神童 第三位 Blue 小兔子 肉肉 司徒 狄 君君 梁娜 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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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 同时我还要提醒的是 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 各位网友朋友们 你们可以通过弹幕的形式 跟我们实时进行互动 我们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挑选一些问题 请我们的选手现场作答 小宝贝们 欢迎来到总决赛的现场 为什么没有人鼓掌 经过之前激烈的争夺和残酷的淘汰 现在有六名选手 暂告安全 直接晋级总决赛 留在舞台 肉肉 小兔子 小仙女 莫菲斯 请你们进入机会区 场上的宝贝们 你们要加油了 室友一起来先倒计 直播冠军之夜决赛 共分三轮进行 在第一轮中 六名晋级室友将分两队进行团队对抗 三名室友晋级 另三名将被淘汰 在第二轮离赛中 根据1月4日截止的PK榜数据 之前被淘汰的四位室友中将有一位复活 与第一轮晋级的三位室友进入七轮对抗赛 对抗结束后 两名室友晋级另两名淘汰 第三轮比赛 网络人气最高有竞争冠军资质的一位室友将会复活返场 与第二轮中两名晋级室友争夺室友一起柴先倒计总冠军 赢取千万代言大奖 最终大奖的分数将由入围选手的网络人气决定 除此之外 还将诞生一名室友一起台先倒计的人气王 该奖项将由12集正片PK榜和直播PK榜人气得票数 总和最高的室友获得 欢迎回来 我们将进行第一轮的比赛 刚刚翟哥已经说了 场上将分为两个队 人气最高的就作为那个队的队长了 是的 这位队长将在剩余的四位选手当中 选取两位与自己组队进行接下去的游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看六位选手的人气排行情况 请看大屏幕 根据截止1月4号12期正片PK人气数据排行 排在头两位的就是君君以及Blu 哇 那文桃哥也就是说君君和Blu两个人成为队长 要选取其他四位选手 中的两位与自己打扮成功进行接下去的游戏 那接下来呢我想问到的是机会区的 哇 摩菲斯大哥 对这两位队长有什么想说的 来 摩菲斯 我觉得 这是一场世纪大战 是吧 两个人都是我心目中的冠军 嗯 都是吗 对 真的 更青睐于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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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那个片子中当中你跟Blu的关系挺好 Blu Blu是吧 对 好那我再问问肉肉 肉肉你今天好帅啊 这个造型真的很酷哎 你更青睐于哪一位 我也倾向于Blu 是吧 来我再问一问小兔子 哪一位 你考智商演的我觉得就Blu 然后动作灵活性就是君君 好谢谢 来我们场上已经来了三位选手了 要开始接下去的游戏了 刚刚在机会区的等待的选手呢 已经选出他们心目当中哪一队可能会获胜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游戏 来决定六位选手他们的分组 所以这个名字叫做甜蜜炸弹 是的这个游戏它特别有意思就是 两队队长同时拿着装有颜料的气球 与自己心仪的队员来一个拥抱 夹碎气球 并把代表自己颜色的颜料 染到对方的身上 视为选人成功 加油哦 转发了 我们刚刚从这个投票看出来 两队的队长分别是军军以及不露 所以先有请两位队长来到我们的气球框前 做好准备 挑选自己心仪的室友 作为自己的队友 准备好了吗二位 好 凭我的口令 预备开始 喜欢哪一位想要跟他搭档成为队友的赶紧跟他压榜 好 现在南南请问到Blue的第一位队员 居居还没有一位队友 Blue抢到了神头 我连气球都没击爆游戏就结束了 好 哇塞 Blue太强悍了 Blue 我觉得你不到20秒就抢到了自己心仪的两位队友是不是 你是超大闪 所以那边军军的全部都是一个都没有染色的气球在身上 重点可能是比较高兴的是虽然我们一组但是我们都没有染到颜料 这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事 这就是你们的队服了是不是 就是你们现在纯洁的这个队的这个呼声是吗 对 好 那从刚刚这一轮的甜蜜炸弹可以看出来两队已经分好了队员 所以我来公布一下Blue队的队员就是南南以及神头 好 军军队抢到的是思彤跟B欧阳 接下来我想采访一下这个Blue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位作为自己的队友 Colorful 怎么讲呢 其实选南南还是挺后悔的 我看到你是第一个选择的南南 对 因为他离我最近 我看他也没有跑 就罢 然后神童呢 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神童 他背叛了我 神童是我觉得玩游戏里面应该算厉害的 身体的柔韧性比较好对不对 对 好 脑袋也比较好 好 军军 虽然你的气球一个都没有爆炸 但是对现在目前的队友满意吗 我还是很满意的 毕竟要脸有脸 要身材有身材 你觉得二位队友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主要就是我们的个头都比较平均 都一样高 对 我们也OK 我们是模特界的 好 好 那两个队呢已经分好了队员 所以呢先请我们的队友 先休息一下 准备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们把现场交给雷雷 这里 机会区 是我吗 好 现在呢两组分组的情况一不了然 其实我对这两组都挺担心的 你看 君君和神童关系那么好 但他们俩并没有在一组 然后呢这个不露说一不小心就选到了男的 那我想问问小兔子 对于这两组的分组情况 你觉得不露队和君君队哪一队胜算更大 我支持君君队 还是支持姐妹什么 你们呢有意见吗 支持君君队还是支持不露队 来我先问问肉 肉肉你今天真的特别帅 真的一定要这么一直哭下去吗 你这个造型真的 你这个造型好累 不露队和君君队支持哪一队 我现在认为君君队 君君队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好的兄弟在君君队 是吧 是谁 比优雅 来 摩菲茨大叔 不露 不露 一定是不露 无条件支持他是吗 一定是不露 是吧 小仙女 你支持谁 小仙女很喜欢君君 但是这一次一定要支持不露 为什么 因为不露现在太有实力了 是吗 你看他们两个的那个身材 啥身材 就连个气球都抵不爆 你说怎么支持他 是吗 对啊 来 文汤 好 看来我们机会区的朋友们呢 是支持不露队是比较多 对不对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会怎样呢 我们接下来会通过两个游戏来平衡出 哪一个队最终会获胜 所以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炸弹人 请注意 两队进行猜词比赛 一人提示 剩下两人轮流猜 提示的人 不能说出词语中含有的读音 猜词的人 身穿恐怖气球衣 同时 另一队的队员负责打气 在气球爆炸前 答对一体得三分 小宝贝们 加油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烦人 12天不断历练 却又不曾改变 都哭了都哭了哦 未来的几天在房里 我的手都动不了了 但是我一定要赢 挑战的是底线 断造的是执着 你不需要我帮助你 可以滚蛋 你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小孩子 你不要指我 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就在今晚 室友一起宅先倒计 直播万军之夜 拿起手机支持你喜欢的室友 华丽助攻 看谁能一宅到底 室友一起宅先倒计直播万军之夜决赛 共分三轮进行 在第一轮中 六名晋级室友将分两队进行团队对抗 三名室友晋级 另三名将被淘汰 在第二轮比赛中 根据1月4日截止的PK榜数据 之前被淘汰的四位室友中 将有一位复活 与第一轮晋级的三位室友 进入七轮对抗赛 对抗结束后 两名室友晋级 另两名淘汰 第三轮比赛 网络人气最高 有竞争冠军资质的一位室友 将会复活返场 与第二轮中 两名晋级室友 争夺室友一起宅先倒计总冠军 赢取千万代言大奖 最终大奖的分数 将由入围选手的网络人气决定 除此之外 还将诞生一名室友 一起宅先倒计的人气王 该奖项将由12集正片PK榜 和直播PK榜 人气得票数 总和最高的室友获得 欢迎回来 那根据赛制呢 网络人气对每一位室友的 排名跟命运 是起得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的网络投票方式 一直为大家开通状态 所以大家喜欢哪位选手 就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 好了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到这一轮的 炸弹人的比赛当中 先有请军军队来接受挑战 军军队 来 请出列 三只绿色的小恐龙 有没有信心 有 因为这是一个猜词的游戏 你觉得会有几道题答对 有多少道就答对多少道 这么自信 好 有人偷打气 准备 一分钟的时间 倒计时 开始 哇 好难哦 快打快打 过 可以过吗 可以过 所以可以进行简单的描述 不能说出干卷字 几个字几个字 三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的来 这是一种吃的东西 那个吃的东西 可以说吗 可以可以 水果 苹果 然后 爱吃的 黄色的黄色 然后第二个字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身 身什么 身材 身材另外一个词语 过吧 身材的另外一个词语 哦 比奥样棒了一个 三楼加油 你看看看 说呀 哎呀 张什么课 什么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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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看 我打爆了 我打爆了 这轮的比赛停止 所以你们告诉我军军队答对了几题啊 零 零 对 刚刚在军军队开始之前 大言不惨的说 答对所有的题目 但是 sorry 一道题都没有答对 你们是不是很有信心了现在 很累 布鲁有没有信心 答对一题就够了 答一题就够了 非常有信心 好 来请布鲁队来 做好准备 我猜到前面两个 好 神童来比划 两位来猜 准备好了吗 谢谢 来 三二一开始 说话 说话 几个字 几个字 五个字 好过过过 网络用语啊 快快快快 四个字 第一个 喝酒喝酒 喝酒会怎么样 大哥 喝酒会怎么样 晕晕晕 喝多了 喝多了 醉 醉 然后 第四个字 醉 醉 什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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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成语 习惯性的 哦 啊 那什么醉 快快快 什么醉 常用的 常用的 快 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 麦鱼要熟了 第二个字 不什么 第二个字不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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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远 我想采访一下 对 刚刚军军队一道题都没有答出来 对 对对对 你是不是这样子应该会有很自信的亲情来挑战这个游戏 结果 你们跟军军队同样一道题都没答对 所以对于这样的结局有什么样的感想 这什么 我表示非常非常无奈 我也是罪了 大家回去多看点书好吗 好 那这位游戏本来说想分个高低 但是现在大家0比0打了一个平均 所以先去休息一下 调整好状态突破1好吗 好 好 我们把现场交给云雷 好的 刚才是一个特别充满母性的这样一个节目 我觉得我今天这一生做的简直浪费了 刚才两位都是0比0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激动的 然后好像自己已经全都打对一样 很开心 甚至这位大哥刚刚都已经快要破音了 整个在那特别开心的尖叫 好 我想问一问 就是我听说君君的姐姐来到了现场 是吗 在哪边 君君姐姐 在这边 君君姐姐真是美 来 我想问一问 刚刚看了他们俩的这个比赛 两个队伍的比赛 有什么想对君君说的吗 刚刚他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 他们队伍得到0 没有关系 他接下来应该会很棒的 那再说几句 为他加油鼓劲的话好不好 那就君君加油 虽然很简单 但是特别有力量 然后还想问到的是 Blue的妈妈据说也来到现场在哪 哇 在我旁边 刚才Blue队也是作为队长带领自己的队伍也是拿到了0分 有什么想对Blue说的吗 怎么说呢 我相信Blue和他的团队是有实意的 我相信他们加油 刚才刚才军军队的士气确实是很棒啊 你看那个姐姐说加油 那生要再大脸或者说再多说一些对这个Blue鼓励的话好不好 没有问题 我相信Blue是最棒的 然后他的团队也是一样棒的 加油Blue 比赛中每个队的得分都要扣除比赛前每队选手获得咒怨卡的数量 才是最终成绩 现在请主持人出示每个人比赛前填写的咒怨卡 我手中呢就拿着六位选手在事前准备好的咒怨卡 在公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咒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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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诅咒谁 诅咒别人是吗 想骂人的吗 就想写这个呢 我可以写几个 能诅咒两个吗 诅咒三个 诅咒怨卡 咒怨卡 可以写一个人吗 从来没有组织过程 他会知道是我写的吗 不过我不怕 反正不然我们就 就 各回各家了 我希望让他知道 我最大的对手 好像没有 他的智商最低 他多恶心啊 比我聪明 他身体素质很强 他很有心机 我 那是人吗 我 难道我还喜欢他吗 他应该会挺记仇的 哦我的天 太不要脸 我背后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了呢 写他们的名字对吧 写什么都行吗 后面没上去吧 那我写一个有竞争 就是压力的吧 祝您头发掉 OK 对不起 其实我什么都没写 有道保责 有缘保验 不会磨蹭掉吧 受苦受难的日子 终于要完了 刚刚看了短片之后呢 就知道了 咒院卡是怎么产生的 而且我觉得翟哥 真的是非常的坏 心机相当重 你们应该万万没想到吧 会播出来 心机boy 好 好 那我都说 马上来一一展示旧员卡 第一位 来自B.O. Young的旧员卡 里面三个名字会写着谁呢 B.O. Young的第一张旧员卡 写给了 神童 看得出来 B.O. Young在写神童的时候呢 相当的纠结 写了神童又打了一个叉 但是最终还是留下了神童 第二张周员卡 还是神童 我不知道神童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应该不好受 好 第三张 我没看错吧 仍然是神童 所以B.O. Young这三张旧员卡 同时写出了神童的名字 是的 现在看了两位脸色都不好看 神童在故作镇定啊 好 下一份旧员卡 是谁写的呢 好 好 我们看到名字是 楠楠 楠楠 心虚吗 都写了谁呢 你 不可能 如果我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我觉得你会选我 但是我是爱你的 OK OK 好 第一个他写的是 斯桐 哦 哈哈 眼珠子要瞪出来了 第二位是谁呢 B.O. Young 杨小楼 神童为什么鼓掌 幸灾乐祸 第三位会是谁呢 第三位会是谁呢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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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份旧员卡是谁写的呢 接下来 刚刚心情非常复杂的神童 马上来揭晓了 帮他拿着 第一张 神童写了 司童的名字 下面还有一段话 还有一段话 祝你和小仙女 互换身体 这个什么意思 贤司童的身材过于娇 对不对 几个意思啊 好 第二份写的是谁呢 你报仇的时间来了 B.O. Young 还写了一段话 祝你头发掉光光 纹身颜色掉色 看似轻松幽默的文字 看似轻松幽默的文字 但是看得出来 两个人有点事 好 第三份 B.O. Young 这句话对于每一个音乐人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B.O. Young 祝你舞音不全 好 好 下一份 下一份是来自谁呢 好 下一份是 司童写的 司童有点害羞啊 好 司童的第一份周园卡给到的是 曼玉 Blue No 走开 好 第二个会不会还是曼玉呢 会不会还是要再把曼玉抱一下呢 还是 还是 曼玉 还是曼玉 第三章 还会是曼玉吗 会吗 闭嘴 嘿 小鸭 小鸭的骗子 还是曼玉 写到这一章的时候他其实有点纠结 他本来写的是神童然后划掉了又写成了曼玉写成了不露 好 下一份周园卡是 好吓人啊 这块都好恐怖啊 接下来将要揭晓的是 布露 曼玉的周园卡 神童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好吓人啊 应该是想要借布露的刀 杀谁呢 杀我 来看看第一个名字 谢思童 白鸡 双平了 双平了 刚刚思童投了曼玉两票 现在曼玉投了思童 第二张周园卡 B.O.Yang 每每看到B.O.Yang出现在周园卡当中 神童要么举手 欢呼 要么掌声 好 总之就是男言 喜悦 好 最后一位 杨小楼 也就是B.O.Yang 最后一份 最后一份来自 君君 君君的第一张周园卡 写给了 B.O.Yang 君君居然写了B.O.Yang的名字 让我觉得非常深信 你们就在那挑拨吧 真是讨厌 好 下一份 还会是不录吗 哎呀好贱 好 下一份给到的是思童 我错了 你看关系都不怎么样 思童的童字也写错了 我 我纠结了好久 我纠结了好久 因为他跟仙女是同名嘛 然后我都想 哎呀好像 反正写错了 文盲 好 最后一位他写的是 B.O.Yang 杨小楼 他得罪三个 我要挖个坑了 六位室友的周园卡 都已经公布完毕 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现在得到最少票的周园卡 是哪两位选手 来导演 展示一下 君君跟楠楠 都是零票 所以这一轮游戏的结束呢 我们将会有三位选手 去到机会去 而另外三位选手 将会离我们的冠军之位 更进一步 到底是哪三位要到机会去 哪三位要留下去呢 我们待会为您揭晓答案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凡人 十二天不断历练 却又不曾改变 都哭了都哭了 未来的几天在房里 我的手都动不了 但是我一定要有 挑战的是底线 千万造的是执着 一步枪我帮助你 可以滚蛋 你的脑子有问题 小孩子 你不要指我 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就在今晚 室友一起宅 先倒计 直播万军之夜 拿起手机支持你喜欢的室友 华与主公 看谁能一宅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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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丽主公 军军队跟布鲁队 现在最后的得分是多少 来导演组 让我来看看他们最后的得分 我们胜出的是 布鲁队 对 恭喜 好 好帅 他摆身上 布鲁 布鲁布鲁布鲁 我在抗你 我想问一问 问问布鲁现在作为胜利队的队长 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分享的 我本来以为是我们输了 然后还感觉特别对不起男男和神童 还没有想到 有点激动说不出来话了 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就赢了是吗 对 巧给你开心的 好 大家可能有点急去小激动 军军想问一下作为失败队有什么样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可能要接受淘汰了马上 对 我觉得是我太弱了 我第一轮就没有给他们把分挣回来 然后我现在觉得很愧疚 因为现在怎么说到这一步了 其实不管怎么样 不管谁获得冠军都不是那么重要 只是我会觉得我可能对他们有点愧疚 自己没有做得更那个 好 比喻一样想问一下 因为接下来这个淘汰当中呢 会淘汰两名选手 你觉得自己是要离开的人吗 其实真的我无所谓 场上的小宝贝们 你们中有三个人必须离开宅哥的房子 失败的队伍有两个人离开 胜利的队伍有一个人离开 每队有两分钟的时间来决定离开的人 现在获胜的队伍你们先进行选择 如果两分钟内你们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 那么将由对手决定你们的淘汰人选 请选择 两分钟开始 好好的商量一下 排兵布阵到底是派谁离开 所以在宅哥的房子里面 没有绝对的胜利 也没有绝对的失败 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弹幕时间 我们游行我们的黑衣人 把整理好的我们网友想要问到选手的问题 送到我的手中 好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问题呢 是来自网友臭红他想问 他说 弱弱地问一下 莫菲斯 如果你此时此刻在台上 你最想淘汰谁 为什么呢 大叔 你的人气好高啊 第一个问题是问您的 我啊 对 如果你在台上你想淘汰谁呢 为什么 碧欧阳 碧欧阳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的相处 回忆到就是说跟他在一起 他太更多的是 我认为啊 他在操纵时有的感情 智商很高在操纵是吗 他智商很高 但是呢 他在操纵时有的感情 在为了自己得第一 好 波费斯选择了 比欧阳 比欧阳呢 是在失败队选择的时候 再来做抉择 所以现在呢是我们的不禄队 现在不禄队 快要过去两分钟了 但是一直没有任何的讨论 我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抉择 是时间到 时间到了再说 好 想清楚了吗 好 时间到 那 请不禄队代表不禄队 请不禄代表不禄队 来说出 你们这一队 将要有哪一位室友离开 不禄 请选择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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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没事 不禄选择了楠楠 对不起 嗯 楠楠 嗯 你心情还挺不错的是吧 吵了猛蹄 好 楠楠 进入到我们的带定区 来 楠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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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时间 可能对于军军队来说 应该是非常地艰苦 非常地艰难的抉择 因为要选出两名 非常可爱的小伙伴 遭到淘汰 所以军军队 两分钟的时间 倒计时开始 你还是毕奥阳 有你还是他 那我走吧 接下来就个人了 我们是走两个吗 对 走两个 我觉得 因为你让我这性格 你要是不让我走 我自己会觉得很那个 我不知道是该选你 还是该选四头 我这么讲说 说实话 因为你还能服 我 我肯定我会带你们来 去找你走 那这样的 咱俩走的 好 我们场上的三位选手 现在仍旧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那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弹幕时间 因为我们想要不想不用想 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网友呢 非常非常的活跃啊 好 再一次有请到我们的黑衣人 拿上我们整理出来的问题 问到我们现场的各位选手 来看看 谢谢 好 这个问题是问谁的呢 一个网友名字叫做 叶良辰和赵日天 他问的是肉肉 肉肉有人说你是暖男 也有人说你是心机表 你怎么看 刚才笑得好尴尬 这个尴尬我给满分 好好好 因为每个人的三观不同 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也不同 有人认为我是暖男 有人认为是心机表 这两点我都接受 都接受了 都接受 心多宽呢 对 因为我做自己就好 你看到我是什么样 那我对你就是什么样 你认为我是暖男 我对你就很暖 如果你认为我是心机表 那么你在我家里 什么也不是 好 好 现在还有25秒 我们场上的三位选手 仍旧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虽然说在对心啊 表面看起来还挺淡定的 看得出来 三位小伙伴也是非常的煎熬 什么事我也不整 选择哪一位都是心头肉 都特别的不忍心 我留你 三选二 非常难 还有五秒钟 我们投票吧 通什么票 二 一 时间到 军军 请代表军军队来宣布 你们队有哪两位室友淘汰 你们的心头 我和 我们哪里淘汰两位 我知道 还有一位 最后五秒钟 最后五秒钟 四 三 二 一 请回答 我和毕欧阳走 军军 军军队选择了军军队长 跟毕欧阳离开舞台 好 此时此刻我想问一问 军军 现在的心情 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位队长 宁可淘汰 宁愿淘汰自己 要留一位自己的队员在场上 来 我问问此时此刻你的心情 我现在其实很复杂 其实我觉得 到了这个时候 我不是很想去觉得谁输谁赢 去争 我觉得 我觉得就做到 让自己 我心无愧就行了 好 不要让 你现在的心情 心情 很好 很好 加油 你们是怎么讨论出来 要淘汰你们俩的 还是说 军军说 自告奋勇说 我作为队长 我没有把你们保护好 我淘汰 然后你说 那我跟随你而去 对 其实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三个呢 我是想说 之前在房子里所有的事 我都让着大家 因为大哥走了以后 我年龄最大嘛 对 然后我就想 嗯 我就应该这样做 但是今天我想说留下我 我要战斗下去 OK 但是可能 最后我还是觉得 军军你做选择 好 好 那希望思彤 能够在接下去的比赛当中 加油 好了 虽然呢 刚刚这一轮 离开了三位小伙伴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还是有机会的 主持人和现场的小宝贝们 请注意 失败 失败队 失败队现在有一个逆转的机会 思彤 如果你愿意挑战一个特别的任务 并且获得成功 那么你将挽救一位队员 对方将有两人被淘汰 如果你不愿意挑战 那么你的两位队友将直接被淘汰 你有15秒的时间思考 我愿意 好 翟哥已经把机会说出来了 有请我们的思彤 往舞台中央来 思彤你刚刚一口同声 不用任何的思索 就说出了愿意是吗 对 好 那我们15秒省掉 直接翟哥 思彤接受考验 思彤 你的特别挑战任务为 不能说的秘密 你要回答翟哥的三个问题 每个问题回答后 如果你的答案 能够让现场的观众满意 那么他们将会给予你掌声和叫喊声 如任何一题 掌声和尖叫声 超过120分贝 那么你将过关 如果三题过后 还没有超过120分贝 那么你的特别任务 将视为失败 思彤 在你答题的时候 翟哥会给你一个面具 在面具后面 你可以直面你的内心 注意 每个问题的作答时间只有30秒 请主持人给思彤戴上面具 好的 面具大了 好 在思彤回答翟哥的三个问题之前 先问问思彤 如果说你挑战成功 你想要救出哪一位室友 只能救一位吗 只能救一位 刚刚离开的 毕欧阳跟军军 你要选择谁 我选择我们当地人组 毕欧阳 毕欧阳 好 思彤 请听翟哥的问题 除去竞争的关系 在翟哥的房间里 你最喜欢和讨厌的人是谁 最喜欢的人是小兔子 因为他能跟我分享许多 就是他内心里边的小秘密 然后他是我生活中 也能是成为好闺蜜的人 最讨厌的人 现在是 神童吧 因为在玩杀人游戏的时候 他让我和肉肉失败了 30秒到 好 刚刚思彤已经回答了翟哥第一个问题 现场的观众 你们觉得满意的话 就用掌声跟欢呼声来告诉我们 你们满不满意 满意 好 我们的分贝值一直在往上升 快点 如果超过120分贝的话 思彤挑战成功 到了100 能不能再往上走一点呢 加油 加油 好 时间有限 谢谢 看来大家 对于刚刚思彤的回答 略微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 所以 翟哥继续来提问 第二个问题 在翟哥的房间里 你最对不起的一个人是谁 为什么 我最对不起的一个人是不录 因为在房间里边 刚才包括写周园卡 我一直写了三个他 因为他实力太强了 每次都是因为他实力太强 选择他 所以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不录 结束了吗 结束了 好 小伙伴们 现场所有的观众 用你们掌声公喊呼声 来告诉我们 你们满意这个答案吗 来分配仪提示往上掌 再大声一点 再走 加把证 加油 好 停 分配仪现在所显示的数值 是在80多分配 所以呢 第二个问题 挑战仍然失败 所以最后一次机会 思彤 要珍惜 翟哥请出题 翟哥认为 刚刚后面所有的观众 好像都不见了 第三个问题 在生活中 你做的一件 最不能告诉别人的事 是什么 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不小心尿裤子 没有了 就是这个 挺丢人的 在什么情况下尿裤子了 上学 上自习的时候 睡着了 结果 好多水 好 我觉得这个你们声音再不大一点的话 真的是对不起司童爆出这个料 看看你们的反应好不好 好 三二一来 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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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谢谢各位 替司童谢谢各位的掌声跟欢呼声啊 所以呢 在第三个问题爆出了这么大的黑历史之后呢 挑战成功 所以 B.O.Yang 获得解救 好 哇 加油B.O.Yang 在B.O.Yang被司童解救的同时 所以呢 这个灾难又降临到了布鲁队 因为司童的成功 所以布鲁队呢 这一队 仍然还有一位选手 遭到淘汰 所以 我们把时间留给布鲁 你们两位来选择 哪一位 离开舞台 好 把时间交给布鲁 30秒倒计时 开始 哎呦 千万别想我 不要再谈我 我觉得好奇怪啊 对吧 翟哥 谁定的规则 太揪心了 最后10秒钟 虽然 神童很开心 好 布鲁 你来宣布 谁 将离开舞台 三 三 二 一 请宣布 布鲁 如果说 再给五秒钟 商量不出来的话 我们把选择权交由对方 五 四 三 二 一 我呢 来我抱一下 好 鲁鲁队选择了神童 好 现在神童来到了机会区 好 我待会想问一问神童此时此刻的心情 因为第一轮你们比赛赢了 然后第二轮那头也没有把你投走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反转的机会 你来到了机会区 我想问问此时此刻你的心情 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我希望鲁鲁一定要走到最后 绝对是冠军她 在我心目中她是冠军 鲁鲁的粉丝 鲁鲁加油 好 那现在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 我们机会区的各位朋友 你们还是会有机会去到我们的台上 去进行最终的一个冠军的争夺 只需要你们的粉丝给点力 好不好 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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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粉丝稍微淡定一下 接下来呢 我相信对于这个结果 对于现场的这个状况 粉丝在场外的弹幕的朋友们 是 应该有很多想要说的 来来来 好 接下来 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的弹幕时间 有请我们的黑衣人 送上整理出来的问题 问到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问题呢 哎哟 好洋气的名字啊 说 Fruit Jam 他说Blue 你认为场上的是有谁 没有实力争夺冠军 为什么一个得罪人的问题问到你Blue 是我们三个吗 对 我们三个 嗯 那就女生啊 女生弱一点啊 我在女生里面算比较强的 肯定是私童 私童是吧 就是因为 你觉得你比他要强一些 然后比我洋又是男生 所以你觉得他应该比较弱一些是吗 对 这个答案满意吗 你们 不满意啊 哈哈哈 好 那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啊 好 第二个问题 他是 呃 来自网友等待冬季grow 他说 神童 场上的室友你最讨厌谁 为什么 又是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讨厌谁 为什么 哈哈 南南 我最讨厌的人 太明显了吧 我相信不止我讨厌他 是吧 嗯 对 他就是Bill Young Bill Young 对 就让脸都绿了 好 我们再给一个机会给到现场的那个场外的网友啊 好 这个名字叫做你在哪个广场吃炸鸡 他说 思童 他问思童 思童从录节目以来十位室友中 你认为谁对你的威胁最大呢 为什么 我刚才说过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为什么三票都投给补录 因为他真的太强了 哪都强 哪都好 对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对手 按照规则 十二级正片中被淘汰的四名选手中 人气最高的选手将复活 直接参加我们的四强战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 这四名选手在正片里的表现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淘汰 这是一个残酷的词语 淘汰总是伴随着眼泪 笼罩着一层令人喘不过气的雾霾 没有人喜欢被淘汰 更没有人要选择离开 而你们重新定义了这看似冷漠的两个字 淘汰不是弱者的专用词 而是责善固执的坚实 是与元旦风轻大步转身 眼泪流给自己 是身为男人的勇敢奔当 男的头 别动 别了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是温暖拥抱过后的灿烂笑容 你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 而今晚你们早已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收下我们的掌声 欢迎你们回家 刚刚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 我相信现场的实名师友 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的感动 包括杨小楼刚刚抹了一下眼泪 好 那接下来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截止1月4号 12期正片 PK 线上PK与微博人气PK 汇总得出的人气榜 来 请看大屏幕 最高人气的获得者是 肉肉 肉肉现在人气是超过了2亿 恭喜 一千多万 恭喜肉肉进入四强 肉肉做了半天之后 突然一下就进入到四强了 恭喜肉肉 再一次恭喜大家 我们把掌声送给场上四强好不好 恭喜你们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行四强争霸赛 我们将进行一个轮盘的游戏 那结束这个游戏之后呢 我们的四名选手 离千万代言大奖又更进一步了 小宝贝们 在轮盘游戏开始之前 你们每个人有两张咒院卡 你们要在现场填写 获得咒院卡最少的人 率先在轮盘上选择任务 这轮比赛 你们中间将有两个人离开 好 现在有请我们的黑衣人 送上咒院卡 让四位四强的室友 现场填写咒院卡每人两张 是的 其实有了刚才的教训之后呢 我相信这一次填写咒院卡 我们的室友 我们四位四友可以稍微的 分出一点距离 来 拉开一点间距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会 思维更加缜密 想得更加多一些 一张周园卡代表负一分 所以一张周园卡 对每一位人气的排行 也是至关重要的 杨小楼每个动作都好帅 不录赶紧抓紧时间 场上的其他的三位室友 你要写下谁的名字 这个笔坏了 笔是坏了是吗 对 来 肉肉把你的笔给他 拆兜里要拿回家 没有样写好了对吗 赚了一支笔 肉肉写好了对不对 四童写好了吗 四童还在纠结 两位男生迅速地写好了 两位女生还在犹豫不决 是 最后十秒钟 布鲁抓紧时间 不要耍谁来快点 好 时间到 来 布鲁正好 我们这一轮呢 不由主持人来宣布 咒院卡所写的名字 我们请室友依依来公布 所以我们先请肉肉来公布 你的咒院卡两张都有谁的名字 肉肉 我的第一张是不露 不露 第二张 第二张是不露 肉肉两张都给到了不露 好 下一位杨小楼 杨小楼 Bio Young Bio Young 来公布一下你的两张咒院卡 分别给了谁 第一张 投给了不露 两张都是不露 所以现在两位室友都投给了不露 所以不露现在收获了四张咒院卡 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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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犹豫地展示出了两张咒院卡 都写了曼玉 不露现在 六张咒院卡 来不露 请展示你的咒院卡 不露 不露 写了两张肉肉 所以肉肉收获两张咒院卡 所以 瑞磊来公布一下吧 好 其实不难看出我们不露得到了六票 而肉肉得到了两票 比我弹 比我弹和思同 是一票都没有得到 就是零票的咒院卡 那获得咒院卡最少的人呢 可以 优先在轮盘上 选择 接下去要挑战的任务 那让我们稍事休息 十二天不断练练 却又不曾改变 都苦了都苦了 未来的几年在房里 我的手都动不了 但是我一定要赢 挑战的是底线 锻造的是执着 你不希望我帮助你会滚蛋 你的脑子有问题 小孩子 你不要指我 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就在今晚 室友一起宅先导记 直播冠军之夜 拿起手机支持你喜欢的室友 华丽助攻 看谁能一宅到底 好 通过刚刚周圆卡的公布之后呢 我们现在场上的四强选手 要各自为战了 根据刚才周圆卡的投票结果 比欧阳和思同 目前都是获得周圆卡最少的人 这对你们的比赛很有利 但也说明 你们的对手认为你们两个人 没有竞争冠军的实力 这个轮盘游戏叫做 没有真心话 只有大冒险 什么鬼 你转动轮盘找到自己的任务 如果任务完成 则可以消除一半的周圆卡数量 如果不能完成 则增加一个周圆卡数量 你们四人挑战结束之后 积分较低的两个人 直接被淘汰 如果平局 完成任务的时间最短的获胜 接下来由翟哥来决定 第一位 由B.O.Young 出来选择 好 B.O.Young 来到舞台的旁边 转动轮盘 来 走 B.O.Young 转了一个鬼子 不知道鬼所对应的题目是什么 翟哥 请出题 空中多米诺 选手需要由两名 已经淘汰的选手托起 在脚不沾地的情况下 拆除桌上的12层积木塔 每层必须撤掉一块 如在60秒内不能够完成 或者积木倒塌 则视为任务失败 所以听起来很复杂 难度也挺高 我不知道现场的粉丝 对B.O.Young对这一次的挑战 有没有信心 来 我们问一问 B.O.Young的粉丝在哪里 也就是Tool 大哥你太像Tool了 你知道吗 好 来 给我们大哥特写好吗 是B.O.Young的粉丝是吗 你觉得待会他挑战会成功吗 绝对是No.1 强者中强者 你就是第一 今天你不拿回第一 回去别见我们 就是来支持他了是吗 那问一个很贱的问题好不好 其他几位选手 你希望哪一位 挑战失败 我呀 这也不敢说 要说说错了 是要撕了我吗 小心点啊 嗯 不露 就是不露咋的了 他说他希望不露挑战失败 你们答应吗 不是 好 还有B.O.Young的粉丝吗 这边有没有 都这么淡定 有没有 嗯 场下有没有 没有 那那你们这边有 在这个时候你举手 你也有点像拖 也是过来支持他的是吗 对 接下来他玩的这个游戏 有没有信心 你很帅 你站起来 长得帅的都给个特写啊 你觉得他挑战会成功吗 好 坏 坏 吓到我 坏 说一句加油打气的话好吧 这不要一个字 帅的一句话 你是最棒的仅次于我 你帅还是他帅 他帅 今天他最帅 好 好 那个很正的问题还是要问到你 就是其他三位选手 因为那个B.O.Young挑战之后 其他三位选手要一次挑战吗 你觉得 其他三位你不希望谁赢 随便吧 B.O.Young赢就行了 那就不录吧 因为他我觉得实力蛮强的 大家都很会玩游戏 知道一定要淘汰那个实力最强的 才有机会让自己喜欢的选手拿到最终的冠军 这个游戏我觉得B.O.Young挑战起来会非常难 因为你看我们的道具老师 这准备多久了 还在准备 道具老师摆道具都觉得非常难 好 再给我们道具老师一些时间 在这里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 在我们场外看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 还是可以通过弹幕 跟我们进行互动 为你喜欢的选手 投上票 谢谢 好 谢谢蕊蕊 也谢谢刚刚那几位非常抢劲的粉丝啊 好 现在呢我们把决定权交由B.O.Young 你想选择 哪两位在机会区的室友 来帮忙你完成这个挑战 其实我没太懂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必须有两位室友 把你抬起来之后 来抽积木 每一层抽出来 如果说积木塔不倒 而且在时间内抽出完的话 获胜 那就是说这个任务我一定会失败的 不一定 我选 这需要你跟你的同伴合作 齐心协力才能够完成 选择谁 好 莫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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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位 小兔子 好 小兔子 来 小兔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举起 不要一样啊 来 尤其莫菲斯跟小兔子 加油 莫菲斯加油 加油两位 大家都上来玩玩嘛 你要抽出在这个积木塔当中的12块出来 保证这个塔不倒 明白吗 我就是抱着失败的态度玩这个游戏了 这个心情很好 大家看见了 如果说胜利的话就是意外之喜 准备好了吗 怎么拖呀 倒计时 开始 小心 小心 千万不要太过于用力 第一块 好 我还能拿上面了吗 不能拿第一层了 好了不能拿第一层了 小心小心小心 如果说第一层已经到 另外一只手不能帮忙 好 两层 不行了 好 那其实这样子已经代表着失败了 好 挑战失败 所以也谢谢 谢谢 谢谢Buffet 谢谢小兔子 小兔子居然把B.O.Yang举起来了 女汉子 怎么样 挑战失败了 对 感觉如何 感觉如我所料 对 因为这就是不稳嘛 好 对 因为我们导演组真的是 命运 黑心肠 好 谢谢B.O.Yang先休息一下 好 马上请上我们的司童 接受挑战 来司童 轮盘有请 赚出哪一个关键字呢 天 翟哥 天所对应的题目是什么 来看一下 刚刚对于B.O.Yang的那道题是非常难 这道天的题目是夺宝 水族箱内有满满的一缸不明液体 选手必须在60秒内找到藏在缸中的三个橡胶棒 才算完成任务 那这个题目呢也是来自我们的新浪微博的网友 出的题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玩这个游戏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胆子很大对不对 对我什么都不怕 那我不知道你的粉丝对你有没有信心 来瑞来看看粉丝们的心情 好 据说今天司童的爸妈也是来到现场观看我们的比赛 来 在哪 在那边 这个 好 我想问一问阿姨 对司童接下来的挑战有信心吗 有信心 觉得会赢是吗 那我也想问一问 刚才我问到他们的那个很贱的问题就是 你希望其他的两位哪一位或者说哪两位都挑战失败 我希望他们都失败 都失败 别嘛 别这么狠 天哪 谢谢瑞来 谢谢司童爸妈 好 司童 准备接受挑战 准备好了 接受挑战之前呢先给你戴上眼罩 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不明物体呢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什么东西 小孩哥 玩的有点大 加油加油加油 司童 你是不是一个有勇气的女生 我没事 我什么都不怕 好 不怕任何挑战的司童 来60秒倒进时 开始 是有水的东西啊 小心小心 很滑 我可以两只手进去吗 好 太快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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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水 你的水注意 司童挑战成功 好 再次要感谢新浪微博的朋友出的这道题啊 非常感谢让司童能够挑战成功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有请出的是得到两张救援卡的肉肉来接受挑战 轮盘有几 轮盘有几 刚刚司童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啊 出 大家都笑了你出了这个字 翟哥 我来看一下 刚针穿气球 选手需在60秒内把手中的气球从固定的钢针上穿过去 如果60秒内不能够完成穿过三个气球 则任务挑战失败 对于肉肉 如果说让肉肉在现场做2000个俯卧撑的话 应该没有任何的难度 让如此 身强力壮的肉肉 接受这么细致的挑战 不知道能否成功呢 雷雷看看现场的反应 我觉得肉肉有点难耶 来肉肉的粉丝在哪里 这边 美女 哇 挑阳过海来看你啊 挑阳过海的来看你 好 对她有信心吗 有 我对肉肉特别有信心 因为 是亲戚还是粉丝 粉丝 粉丝 今天就是在北京跑过来的 还是从外地特地跑过来的 还是 我是从湖南跑过来的 是吗 我是湖南人 从湖南跑过来支持肉肉 哇 好 好 好 谢谢来自湖南的朋友 有一空请你吃 请你吃那个小龙虾 好肉肉马上接受挑战了 一共三个吗 三个气球吗 对 四秒当中 肉肉能否挑战成功呢 倒计师 开始 穿过气球 从一端穿到另外一端 小心小心别扎到手 好 上面也要稳住 上面要稳 好 包了 但是刚刚肉肉的出发点是很正确的 选择了底部比较柔软的地方 小心小心 好 哎呀 好 一定要顾头顾尾啊 穿进去的前面一定要注意后面出来的位置 快快加油加油 时间还有三十秒 进去以后就帮我 肉肉稳住 肉肉稳住 好上面要控制一下 我觉得上面要控制一下 慢点 所以 肉肉挑战失败 那我很想知道说 对于肉肉这个挑战非常难 对于肉肉来讲 那我不知道 瑞磊 你能不能展示一下 怎么用巧妙的方法穿过气球 是的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今天不但是主持人 而且呢还是魔术师 好 给我点时间 这气球打得太满了 你们真是陷害我 我明明在下练得很好好不好 你先从底部开始慢慢扎进去 选择最柔软最厚的地方 他气球打得太满了 好好好 就不把现场搞得这么尴尬了 瑞磊 可以的 我可以的 好你可以 最后一次机会 要不现场还是教会你 我在这里慢慢研究 你看我们的导演 总把这些气球 如果我不把它穿好的话 我就不上来好不好 来现场交换给涛涛 好好好 让瑞磊在私下研究一下 好 那三位选手呢 已经接受完了挑战 所以最后一位 布露 来接受轮盘大挑战 来布露 好 你想抽到哪个关键字 人吧 人 好 转动轮盘 走 至少还是转一圈呢 翟哥允许吗 翟哥允许这样的做法吗 好 翟哥 人所对应的题目是什么 因为现场粉丝呼声太高了 寻找小心 选手必须在六十秒内 从一盒粘稠的食物中用舌头 将蜡玉小心从小雕像舔出来 并且把雕像舔干净 直至无任何其他食物的残存 才算挑战成功 你觉得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 你最怕什么平时 吃东西的话 我知道你怕鲜鱼 还怕什么 还怕蛇 怕蛇 怕蛇 怕虫子 好 好 你的猜上不一定 但是也有可能 我们来采访一下瑞蕾现场 有没有朋友 猜出来 Blue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Blue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是吧 我问现场的 还是问问Blue的妈妈吧 好吧 你觉得她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哎呀这个很难猜到啊 很难猜是吧 大家可能 会惊呼 这是什么 这是一块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闻一下是什么的 芥末 它应该是一块豆腐 或者是用芥末做成的豆腐 虽然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相信味道一定不是很好吃 鲁鹿有没有信心 有啊 好 鲁鹿准备好 30秒 倒计时 一分钟 对不起 一分钟倒计时 开始 哇 鲁鹿很厉害 已经舔出了一个大坑 加油加油 小心的头 小心的身体还没有出现 加油加油 还有45秒不用着急 小心还在下面再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哎小心出来了 小心这 这就是小心 就赢了吧 快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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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好了好了好了 好 所以小心已经露出她的真身 所以不露挑战成功 也因为不露的挑战成功 所以她的周院卡也将减半 好 来请上我们的四强的选手来到五套中间 中间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这一轮的游戏比拼之后 三四位的得分情况是怎样的 来看一下 不露负三分 B.O.Yang负一分 思同零分 肉肉负三分 所以这一轮排名最低的两位将要离开的是 不露跟肉肉 不露肉肉 你们俩将要离开舞台了 好 来有请不露和肉肉来到我们机会区 别唱多了 加油不露 加油肉肉 好 我也想问一问此时此刻 不露的心情 我的心情啊 就是 其实还蛮不爽的 临走前还要被翟哥再玩一下 辣死我了 蛮不爽是吧 近看你还蛮帅的 好热肉 热肉刚刚因为我跟你一起去到主舞台 然后现在又回到机会区 现在有什么想说的 我想说 喂 喂 我想说 这个游戏真是太难了 这个游戏是吗 看 哎呀你试了几次才成果 而且体验试过 确实是对对你有难度 对 好吧 但是我还是想提醒的是各位在机会区的朋友 你们仍旧有机会去到主舞台争夺最终的冠军 加油 机会区有资格争夺总冠军的五位小宝贝 请注意 根据线上PK与微博人气PK 汇总得出的人气榜 你们当中将有一位被复活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到目前为止 五位的人气排行榜 到底排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 人气值达到了四十万七千一百三十的军军 恭喜军军复活 恭喜军军 请军军回到主舞台 加油 是的 因为我们场外的各位粉丝那么给力 所以使我们的军军来到了主舞台 争夺最终的冠军 向千万代言合约更进一步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凡人 十二天不断历练 却又不曾改变 都哭了都哭了 未来的几天在房里 我的手都动不了了 但是我一定要赢 挑战的是底线 断造的是执着 你不需要我帮助你可以滚蛋 你的脑头是没有问题 小孩子 你不要指我 触碰到我的底线了 就在今晚 室友一起宅先倒计 直播万军之夜 拿起手机支持你喜欢的室友 在第一轮中 六名晋级室友将分两队 进行团队对抗 三名室友晋级 另三名将被淘汰 在第二轮比赛中 根据1月4日截止的PK榜数据 之前被淘汰的四位室友中 将有一位复活 与第一轮晋级的三位室友 进入七轮对抗赛 对抗结束后 两名室友晋级 另两名淘汰 第三轮比赛 网络人气最高 又竞争冠军资质的一位室友 将会复活返场 与第二轮中两名晋级室友 争夺室友一气宅仙导季总冠军 赢取千万代言大奖 最终大奖的分数 将由入围选手的网络人气决定 除此之外 还将诞生一名 室友一气宅仙导季的人气王 该奖项将由12集正片PK榜 和直播PK榜人气得票数 总和最高的室友获得 欢迎回来 现场的三名室友将进入到 今天晚上的终极PK 大家准备好了吗 场上的三名选手 在翟哥家最后的时间里 翟哥没有任何的任务给你们 现在你们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 来告诉大家 你们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秀 你要当冠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千万代言合约 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你们总结陈词的同时 网络的投票通道仍然开放 你们要抓紧最后的机会 给自己拉票 当通道关闭之后 人气最高的选手将成为冠军 好 首先有请刚刚复活的军军 来接受翟哥的提问 军军向前一步走 一分钟的时间 郊游军军开始 其实如果以前让我说话的话 可能我这一分钟巴拉巴拉说 会说很多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进入房间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是想去让喜欢我的人 看到我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们从什么渠道认识我 或者喜欢上我 我觉得去参加一档这样子的节目 去做自己 无非是让你们觉得 就是我能和你们生活贴得更近 然后更加像朋友一样去接触 或者相处 但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输赢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我觉得做冠军和 做冠军做你们心中的冠军 相比且我也很希望能做到自己心目中的冠军 好 谢谢 好 谢谢金军 接下来有请思同向前一步 一分钟回答宅哥的问题 开始 其实来这个节目目的特别简单 当时没有抱太多希望 就是想去印度交一下朋友 顺便去玩一下 抱着这样的心情去的 今天能走到这儿 我觉得已经非常开心了 然后特别是今天看到我爸爸妈妈 都来了节目的现场 这是我录过第一次真人秀节目 然后爸爸妈妈也在现场一直陪着我 我心里面已经很感动了 然后想说一句就是 从来没对他们俩说过的话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没有了 宅哥 好 谢谢非常感人之声的思同的演说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 Be O Young 上前一步 一分钟 开始 其实说起来呢 我自己也不觉得惭愧 我就是为了出名 就是为了红 为了让你们这些人知道 我Be O Young 我的原名叫杨博 所以叫Be O Young 对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其实呢 现场没有我的粉丝 没有我的亲友团 他们谁都没来 然后刚才那个是谁 我也不认识 但是我想说 我并不孤独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有很多人支持我 爸爸 妈妈 还有陈宇凡 他现在前几天 说孤独特特别严重 在医院 但是我相信他带给我加油 谢谢 就这么多 我是一个真实的人 好的 随着选手拉开到结束 我们的投票通道也即将关闭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待会为您揭晓答案 十名陌生人 一个屋檐下 十二天共同生活 快点 三 四 咱们四场恋爱 是女性还是男性 从陌生到熟悉 是朋友也是对手 但是她的感性 你让我决定有点围索 那她把你恋爱大事 你就出去恋去吧 因为她真的是太不会玩这个游戏了 从青涩到成长 是历烈更是积累 把宝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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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指我 特别没责任性 就是我不理解他 他伤害了我的朋友了 我不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我要把这个人投掉 经历过争吵才懂得 什么叫不负从前 你们换位思考 想她的感受吧 她就无辜 她也无辜 那因为我什么都没做错 所以我就该就放到那位置吗 哭什么呀 为什么呢 我就吸过了那边 而秀的成分比这人大了 体会过离别才恍然 眼泪也有种温度 今天的第二轮淘汰投票 现在正式开始 我靠 这一票我给不了他先 我给我兄弟 每一次挫折都会受伤 你三角形你看不见 然后底下这个套过来折过去 不是这样啊 每一颗眼泪总会热的发烫 欲带皇冠必成其重 今晚请将眼泪擦干 王者之争谁能问鼎 选手命运由你改写 欢迎回来 我现在宣布室友一体宅 网络人气投票通道正式关闭 是的 那现在呢我们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这个缜密的统计当中 其实作为观众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每一位选手 我都经历了喜欢 然后讨厌 然后到不舍这样一个 无畏惩杂的一个心理 就比如说大叔摩菲斯 我刚开始看到走到宅子里的时候 我说 哇有点像我一个远房亲戚 就是还蛮亲切的 然后再看 哇可以允许我把他拍死吗 然后再往下看又有一些不舍 觉得他走了之后 节目少了很多趣味 就特别特别的不舍 那现在呢我想走到我们的亲友团区 想问一问你们预测一下 我们室友一起宅仙岛祭的总冠军会是谁 我先听一听这个声音好不好 来支持谁 喊出他的声音 明镇 曼玉 还有 君君 彪亚 君君 哇呼声都很高 其实我想说一个这个小八卦 就是比较这个就昨天我们彩排的时候吧 然后我说最终会获得我们的千元大奖 然后你知道吗 男男给我翻了个大白眼 他说我连 你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是什么 万千万大奖 当然我说这个事情并不是想要突出我很业余 我是想说你知道男男有多在乎这个冠军吗 他直接对我翻了个白眼说 哎我我连屁股都露了 我都这样这样这样豁得出去了 你给我千元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 你给我千元 其实不得不说 在翟哥的房子里面 每一位事业都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包括他们有哭闹 有团结 又有爱 有互相的打闹 有生气 有吵架 所以呢这都是我们年轻人真人秀的一个完全的呈现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现在当下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什么 所以让我们也是全方面的了解到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状态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节目让我们 作为每一个观众都收获非常的多 是我觉得这也是区别于其他节目的一个有意义的点 好那说那么多 马上在最后的时刻 请上我们十位室友登场 在最后就来的掌声欢迎十位室友 他们分别是 布鲁 四头 小兔子 俊俊 比尤阳 神童 南南 肉肉 还有大叔 摩菲斯 在公布今天所有奖项之前 我觉得代表所有的粉丝要感谢十位室友精彩呈现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那么多好看的节目 谢谢你们 好 那马上为大家揭晓的是室友一起来先导记的人气王 他是谁呢 有请Animation China 董事总经理陈伟文先生为我们揭晓有请 非常紧张啊 我们十有一起来先导记人气王是肉肉 恭喜 恭喜肉肉获得我们的人气王 好的 同时我们要谢谢Animation China董事总经理陈伟文先生 谢谢你 肉肉肉肉 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现在的获奖感言 人气王 人气王 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能够得到这个奖项 全是靠网络上所有朋友的支持 如果没有你们 我肯定拿不到这个奖项 这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做人还是比较成功的 大家比较喜欢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又会多彩又帅又有旧的暖男肉肉 要不要公布一下肉肉的为什么会获得人气王 因为他的人气值是达到了2亿1300万 1369万9801票 恭喜肉肉 人气值非常高 得到2亿多的人气值 好 今天晚上的总冠军会是谁呢 掀起我们的三强 往前走一步 颁这个奖的嘉宾呢 有请 光爱八卦成长协会的会长 马瑞也就是我们的翟哥 翟哥 那也就是我们的优酷屠豆节目制作人许顺东一起为我们今天的总冠军颁奖 我们是有一起宅仙导记 总冠军预奖 是军军 恭喜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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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不为输赢 然后不只是做你们心中的冠军 我更希望能做自己心中的冠军 还有谢谢我的室友们 还有我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那么真诚的为我感到开心 好 现在我要公布一下君君的人气值是 42万9630的人气 恭喜你 我觉得现在非常想要知道君君 你在参加节目前写了一个许愿评里面的愿望是什么 有没有实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愿望评里面写的是 我开始本来想写瘦个十几斤的 他们说不可能 我就换了个愿望 我就写的是 我希望能在里面交到真的好朋友 然后我觉得看 其实既然大家看过来也知道 我真的有交到真的好朋友 是 看来你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对 好 再一次恭喜君君获得我们总冠军 那我们本季的 室友一起摘千岛季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 感谢金主REAL 宅哥马瑞宅联盟品牌 百度外卖和Costa咖啡 合作媒体网易新闻客户端 还有服装品牌妙思亮 SAMS IN X 主题曲凡人高级动物的制作团队 室友一起摘投迷手优优酷直播团队 网友你们就是你们的代理事实 谢谢你们 是的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国内第一档大型生活台 真人秀节目 室友一起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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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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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咯 會不會很想他 大廈在哪裡 大廈 莫貝斯 現在今天怎麼樣 你剛剛很緊張耶 我dev 他 其實 就是 我們